今天的話我們今天來看 就是那個上個星期是第三次上課 然後總共的話有八段影片 總共我們基本上學了哪些 我想回去你們要自己在 稍微 所以回去的話請各位 至少要複習這幾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你會不會用for回圈寫一個九九整法表 OK 我想如果你會的話那表示你這OK 因為我們會需要兩個回圈 兩個回圈的話一個是for I for I 我是把它當橫向列 for J 的話是把它當縱向藍 有藍有列 然後輸出的範圍 Range 就是1-10 其實0.1啦 那0.1其實可以省略掉 然後所以有個for I for J 裡面的話就是把你的那個什麼 前面就是你的被乘數 就是放I 乘上一個字串 然後再乘上J 然後再乘上兩個相乘的結果 那尾巴因為需要有一個 Tab 鍵 所以反斜線T 有沒有OK 那你就可以把它輸出 不過呢 因為Printer 本身會換行 所以記得喔 你要把那個換行 哪不然它變成縱向的排列 而不是橫向排列 OK 然後每一列輸出之後呢 又要讓它換行 所以底下又要多一個Printer 應該有印象吧 所以總共程式很短 只有四行 OK 所以你們可能需要具備的能力就是 把我剛剛講的這個程式 很快可以把它打出來 而且把它run出來 這個是在比較基本的部分 如果你假設沒有這個能力的話 可能還是要訓練 我覺得Tab 即便可以幫忙 但是我是覺得Coding 自己寫一些簡單的東西 這個恐怕 應該沒辦法幫上忙 所以即便 AI再怎麼方便 基本功你還是 我是覺得需要 只是說你不需要像以前 一定要非常紮實 一定要練到已經滾過 好像不用了 但是至少基本的 所以這個的話呢 應該在雲端白板上面 那第三單元 第三個單元裡面應該有我們的程式 那這裡的話當然我前面是 1加2 99 所以底下的話應該在這裡 參考答案在這裡 OK 所以就是這四行 OK 剩下的話你可能自己要花一點時間 去把它 把它記一下 你說用背的也好 或者是你把它稍微 因為我想這些東西你不會說真的你要把程式學好 我想應該還是蠻困難的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後面還有把它做一個什麼 做一個格式化 因為上面的敘述方法 一個缺點 就是說呢 如果你這一串文字 它一下子是文字 一下子數字 一下文字 一下數字 一下文字 那你變成你必須要用STR 不斷的在轉型 因為如果你假設你的形態不正確的話 它是沒有辦法把它串在一起 因為如果你沒有STR的話 它一定會出現那個Type L 有沒有 就是形態錯誤 因為你中間要加號 加起來的話 那一定要前後都一定是文字 才能夠串接 成為一個字串 OK 所以如果假設你要簡化 這個 這一段程式碼的話 我上禮拜好像有提到 就是你可以用什麼 用format 那這個format跟 那個沒有用format 最大的差異是 這個format的話是說 它可以幫你把什麼 把你的所有的 這個文字敘述先敘述好 因為你會發現 反正就是什麼 就是一個被乘數乘上一個 乘數 然後再乘上一個相乘的結果 然後再一個什麼 一個 一個Tab鍵 那你可以敘述完之後 裡面的話 假如你不確定是放什麼資料 你是可以直接放個 大瓜糊在這邊 OK 大瓜糊指的就是說 我要放一個變數 所以裡面假設說有三個 大瓜糊的話 那這個地方你必須要給它 三個變數 後面的話 你要用點format 然後把三個 變數 直接就放到裡面去 OK 所以這樣的寫法 我是覺得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這樣寫 為什麼 因為它可以把 變數資料 跟格式分開來 也就是你可以先 怎麼樣 先 把那個格式 先做好 然後再把資料放進去 那跟上面比起來的話 你們自己比一比看 我是覺得上面 雖然也OK 但是我是覺得寫起來 這樣 變成你一直要轉型 有沒有 一直出現 STR 有沒有 STR STR 那底下的話 好處就是說 你就不需要一直STR 有時候你漏掉哪個地方的轉型 那程式就錯了 OK 所以這個我覺得 你們可以 斟酌一下 另外的話 Format 它還有一個精簡版 如果你假設你後面不想用一個 點Format的一個 function 一個函數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這個Format寫在前面 有沒有 然後呢 大瓜糊裡面 就直接把變數放進來 所以I J I成J 本來是放在Format的瓜糊裡面 那現在的話呢 你就把它直接放在 大瓜糊的裡面 這樣的話 其實呢 有沒有發現 程式更簡短 所以如果你假設啦 你要自己寫漂亮一點的程式的話 很精簡 優化 那當然 最下面這個寫法 應該是最棒的 不過啦 我是覺得你可以接斷 因為這說真的有個過程 當然第一個你先把程式寫出來 第二個 再要求它程式是 比較 精簡的啦 OK 那我自己看到 那個ChargePT 通常會用 最下面的方法 給你 所以啦 你當然ChargePT給你的程式 如果你不知道 原來它 寫法 原始的是這樣的寫法的話 那你可能會有時候會覺得 那程式怎麼 寫得讓你看不懂 OK 那這個才會說一下 那接下來的話 上個禮拜我們還有提到 幾個比較重要的 還有什麼 星號輸出那個什麼 還有 就是那個轉換VBA的部分 有沒有 其實 我們前面寫過的程式啦 如果有時間 我建議因為ChargePT 它有一個很棒的功能 就是可以轉換程式語言 也就是你今天 學Python 當你沒有學VBA的話 OK 你是可以跟 那個ChargeP跟他講說 請你幫我把 這一段程式 你可以把 上面這一段 直接把它複製貼上 請你幫我把 這一段程式 轉換成VBA 就可以了 然後送出之後 你會發現 它就給你一個VBA程式 那你直接怎麼樣 打開那個 Excel裡面的 開發人員 然後按右鍵插入 模組 貼上去之後 就可以弱了 也就是一與兩次 所以我是覺得 學習的話 最好是可以 多元的學習 不然我看 Python 過一陣子 可能又不紅的話 又一個新的語言 那怎麼辦 OK 所以如果假設 沒關係 它有一個新的東西出來 你馬上可以轉換 OK 但是大體 程式語言 其實很多地方都相雷同 但是有一個地方 是固定的趨勢 比如說像Java 變成Python 我感覺 它程式是 把很多的 這個一些規則都拿掉 比如說以前 很麻煩就是像那個 宣告變數的形態 那真的是麻煩 光一節課都講不完 可是你會發現 老師為什麼你這個地方 沒有特別講這個 宣告變數 和資料形態 因為在Python裡面 不需要做這些事情 我會把它拿掉 還有像那個 Java裡面有很多大瓜糊 有沒有 你說老師 為什麼這邊沒大瓜糊 還是程式可以弄 因為他把大瓜糊 改成這個叫縮排 OK 有沒有 所以你只要有縮排 他就知道 程式的頭 程式的尾在哪裡了 這樣的話 相較之下 其實可以讓程式 變得經典 非常的多 這個概念 其實Python跟VBA 蠻類似的 VBA裡面也可以不需要宣告變數 所以這一點 我覺得他們 有異曲同工之妙 你說未來 這個趨勢發展下去 程式語言 會不會發展越來 越更簡單呢 當然 你如果以理論上 這個趨勢來看的話 可能如果即便下一個 世代的程式語言 應該會讓程式你可能需要學的又更少了 這是以後的話 用積木式的有沒有 積木式的那種 拼拼湊作積木式的方式 寫程式的 其實都有 現在有很多的 開發環境 其實他不用自己call 自己用拖拉的 有沒有用圖形化的 去產生程式 是堆程式 不是寫程式 OK 我發現學生的接觸度反而更好 那你說做的事情一不一樣 其實都一模一樣 只是說一個是用程式的語法 那一個是用圖形介面 OK 不過這可能慢慢 不過一下子沒辦法 馬上那麼快 然後另外的話 就是星號輸出三角形 我們好像有 先產生一個 直角三角形 有沒有 那這邊有一個重點 就是說 一個星號的一個文字 所以前後說 乘上一個數字的話 那意思就是說 你要輸出幾個星號 透過這個方式的話 我們產生了什麼 那個 星號一個三角形 那再來的話 在星號前面加上空白 讓他本來是 有點像是那個 那個三角形 本來是這邊的形狀 應該有點是左邊這邊的三角形 然後要把它改成 右邊這樣的三角形 然後前面的話變成說 總共是13 那這邊13 那變成空白這邊要12 加一顆星 有沒有 OK 那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可以產生這樣的一個三角形 那再來最後我們好像有做了一個等腰三角形 OK 大概這幾個 回去的話 我是建議自己 可以 不一定要馬上看 答案 然後呢 你自己 按照這個 邏輯敘述 把程式 可以把它寫出來的話 那說真的啦 你可能就連複習都不用 你就會了嘛 會了就跳過就OK了 但是如果不會 沒關係 你就複習 那表示那個地方是你不會的啦 不然的話呢 這個 如果你這些基本的 程式語言都不會的話 我想你後面要學更難的 應該 那會更有 更多的問題 那盡可能的 我在拍這個課程 盡量就是講最重要的 所以有一些 我覺得沒有那麼重要 那我就不會講那麼多啦 我覺得因為說 程式語言要學的東西 太多了 那可是你永遠也學不完啦 所以我們盡量呢 用那個刪去法 就是呢 你一定要學 而且要很熟的 那我會特別強調 可是你暫時不需要知道的 我覺得我暫時不要講太多 不然 也許你這輩子都用不到的話 那我跟你講這麼多 你用不到那等於是增加 你的那個什麼 學習上的負擔嘛 OK 好那另外的話 其實還有什麼 AI的生成 有缺點 這個好像比較 這個我們之前講過 機種 像那個 除了ChargeVD之外 其實還有那個什麼 Google的那個 Gemini 然後還有那個 微軟的那個 Copilot 有沒有 那這三個其實都可以 我後來發現 Copilot好像 微軟的Copilot 你要執行的話 好像有個問題 他不能在Chrome瀏覽器 好像你一定要用那個 微軟他自己的那個 Edge瀏覽器 不然的話好像沒辦法登錄 我發現很多同學都跟我講 老師為什麼 我沒辦法 登錄那個Copilot 後來我發現 你只能用他的 Edge瀏覽器 OK 因為 微軟可能現在也想要 大反攻 為什麼 因為他以前本來是IE瀏覽器 市佔率最高 結果沒想到沒多久就被 Google的Chrome瀏覽器 整個就翻盤了 他現在應該是想要血池吧 所以現在他可能想說 你們趕快多用Edge瀏覽器 不要再用Google瀏覽器 但是好像習慣真的很難改 OK 除非說他有一個什麼 非常 一個革命性的東西啦 不然的話我幹嘛 沒事 要更改我的使用習慣 不過我覺得 你們也可以不妨試試看 其他的話我還有介紹那個 就是TQC Plus的那個 證照考試題 那裡面的話至少就有45題 如果所以你想要把那個 Python學好的話 我是建議那個是很基本的練功題 最好是你看了題目 馬上可以把答案寫出來 OK 那因為那個考試 其實他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 也就是說 你只要能夠寫得出來的程式 能夠跑出他要的結果 他就算你是對的 OK所以有的時候你不要拘泥於 所謂的標準答案 你可以有參考答案 那我有把那個參考答案放在雲端上面 你們如果有時間的話 不妨 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應該還記得吧 放在那個 我的雲端上面 雲端上面這邊就有一個題目 這邊有一個 兩類 兩種 兩張證照 這一張的話是 一到九類 這題目 好像上個禮拜 我講到那個第四 四類的410 那個什麼 等腰三角形 有沒有 這邊有題目 等腰三角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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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他題目 然後呢 他要你繪製一個等腰三角形 OK 那也就輸入幾個 比如輸入7 他底下這個地方就是要7列 1、2、3、4、5、6、7 那7的話呢 等於最下面這個地方是7 應該是什麼 幾顆星 7乘2 減1 所以 就是 最下面是要13顆星 那上面這個一樣 就是 等於是 6乘2 再減1 所以上面應該是 1 1是類推 所以應該是 1、3、5、7、9 這樣的一個輸出方式 那至於要怎麼樣可以當我輸入7 他跑出7 那你如果輸入13的話 就會像我們 上個禮拜練習的 他會跑出13橫列 的這個星號結果 那怎麼做 上個禮拜其實有講 不一樣的地方 只有一個 就是 我們是固定13 有沒有 但是這裡的話呢 他是希望說 輸入多少 你就跑多少列 OK 那很簡單嘛 你就只要怎麼 增加一個input的一個條件 當他輸入嘛 他輸入7之後 再把這個7的變數呢 放在你那個range 那個地方 他就每一次跑的都不一樣 應該可以 有這個概念嘛 可以試試看啦 我是覺得 這個如果你可以很靈活的 那你我覺得 即便是 考試吧 我覺得你也不用怕啦 有沒有 反正你就見招拆招就好了 OK 那這個題目 答案的話 其實我也有把它放在上面啦 如果你想要參考答案的話 上面有個 解答程式嘛 那我按照1到5類 我分兩個檔 一個是1到5 一個是6到9 那1到5的話呢 如果你要看那個 答案的話 這邊就有了 比如第40 S10的話 這邊就有答案了 410有沒有 其實程式很簡單啦 就這樣而已啦 OK 有沒有 我想你應該可以看得懂 有沒有input input的話就是讓他可以輸入嘛 輸入7 那a裡面就是7嘛 那range的地方的話呢 就是7加1 因為7加1是STOP的地方 所以他等於是說呢 他到8停下來了 所以1、2、3、4、7停下來 那分別的話呢 把空白輸出 然後再把 這個 幾個輸出啦 OK 那寫的方法這個跟我上禮拜寫的不太一樣 OK 不過你其實可以改一下沒關係啦 好 那這個是上個禮拜有提到的部分 其他還有什麼 還有啦 就壞迴圈 OK 最後呢 我們是講到有一個就是 拆數字遊戲 所以今天的話呢 我們接下來就要來寫一個拆數字遊戲 那我上禮拜有提到 這個拆數字遊戲的話呢 他的基本邏輯很簡單 就是呢 這個底下 所以你如果要看的話 可能要往下找一下 在那個雲端白板上面的第 在這裡 第幾頁 第27頁的地方 列習題 拆數字遊戲 拆數字啦 然後呢 範圍就是1到20啦 當然如果將來你要增加他的範圍 或增加他的範圍 其實都OK 那 請各位先稍微 把這個 上個禮拜稍微整理一下 那今天的話 待會我們來看一下 如何 撰寫 一個拆數字的遊戲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了 有 賣 吃 點 吃 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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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